哎呦 大家好 我是蓝蓝 来了我就开始收拾 跟张哥聊了会儿天 他出去溜弯了 顺便他说买馒头去 中午 他说他昨天炖了一锅肉 还剩点肉汤 有土豆 有什么的 一咕咕 那行了 我说了 来了 好 院里边 屋里边 不闲着 平房就是接地气 空气湿润我发现 待着就是舒服 他跟楼房的感觉就不一样 楼房还是干 真安静 院里就我们两家 他在门口 然后我把这个 我找出一个毛巾被的 然后我把它给缝着 这么一缝 这不挺好的 这楼有点事儿感挺好的 暖气也关了 正好不冷不热的 但是不敢脱羽绒服 我怕冷 刚感冒好了 别嘚瑟 哎 我们家老张啊 你坐那儿待会儿 你别老动行不行啊 你歇会儿吧 我就嫌不住 大小时候就嫌不住 我嫌着我难受 嫌着他生病 歇门儿子 你让我动伏了我就高兴 待着我难受死了 咱们一收拾下去 不舒服 独门独院 独享独门独院 好了 你坐 哎 挺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呼噜不会掉啊 嗯 不错吧 嗯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这呆着多舒服 赶紧跑 哈哈哈哈 哎呀 真好 有这么个小窝 市中心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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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汤 你看什么呢 不看呗 怎么弄啊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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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在屋里边哈 你不能太阳直接晒着呀 在这儿一会出去了晒太阳 哎呀 而且主要是吧哈 市中心哈 人都搬走了嘛 所以就没什么人 掉地上一根针 很多都能听见 就特别的安静 空气也好 汽车尾气也少 就是闹市中的一片净土啊 舒服 我们这院呢 又多了一个住户 就是他吧 是前院的 冬天呢不住这儿 夏天就回来 今天在院里碰上 我们聊了半天 哎呀 这老北京啊 真是 可是呢 今天下午呢 院里来了两个 不受院的人 哎呀 见了我就跟我聊啊 你说你一人住这儿干什么 啊 你说你 那个是吧 原来这儿都有人住 这有人气 聊聊天什么的 现在就你一人 啊 你说你 啊 现在这房价也烙 然后呢也卖不出去 啊 这国家政策呢 以后呢越来越不利了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 哎呀 说的我这 是闹心劲的 本来我这儿刚踏实 我们家老张 我还倒挺美 出去人家 堕裂身体去了 吃完饭 人家堕裂身体去了 我睡了一觉 啊 没人了 我说干嘛去了 堕裂身体去了 然后呢 这哈 这院里来了几拨人 然后呢 聊聊天 这这 我这又有点哈 拿不定主意 哎呀 可是吧 真是 烫手的山友啊 哎 你也不知道将来哈 真是搬进来人 肯定就不像这么安静了 是不是 这块地儿能不能待长 是不是将来 能不能让你在这儿住 自建房能不能拆 都不知道 都是未知数 所以也挺闹心的 要永远保持现状也行 你看 我们这个 就是这条街 对面那条街 人家有的一拆 搬走了以后哈 自建房一拆 就搁到那儿了 也没人管 多少年就在那儿扔着 其实我倒希望这样 你给我扔在这儿挺好 哎呀 这么一大片啊 这么一个风水宝地 是吧 谁买这块地儿 这么扔着 他也着急啊 他也得变线啊 又有点哈 提上马下的 男的 走了 出去玩着 找我们家老张去了 老张 小的 老张 老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